亲爱的各位网友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张乃丹,非常抱歉,占用了大家宝贵的公共资源,两天前我还只是个人名,现在是有点受宠若惊的小女子,昨天早上,看见有热心网友在抖一撕信我说,你上热搜了,我真的很蒙圈,然后当我看着视频上的点击量,点赞数,大家的暖心留言和毫无保留的支持,我没出息的看一次哭一次,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了,从2018年12月29日至今,我带着8个月大的孩子到全国的孩子, 我各地相关部门上访了三年,以往得到的答复都是,什么时候能处理,这是内部规定,你没资格知道,回去等消息吧,其他的无可奉告,这是我们内部文件要求,什么文件,你自己去网上查吧,还有我很忙,没时间调查你的举报,能有结果通知你等等等等,而我手机里有50多个APP软件,发的举报视频和文章,总是被恶意投诉,删帖和封号,虽然我实名举报有理有据,敢承担法律责任,我也坚信国家和相关部门,一定会有公平, 公正的处理结果,但也许是孤军奋战太久了,或许是受到的打压逼迫太真实了,我还是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多的点击量,转发量,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,看到大家在评论里说,我是国之利器,民族英雄,我真的愧不敢当,因为真正最棒和给力的是大家,是千千万万敢于支持我的网友们,是给老百姓提供正能量发声的新闻媒体和社交平台, 还有和我一起维护国家和百姓利益,伸张正义的中国同胞们,真的感谢大家,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,虽然由于消息太多,我一宿没睡也没能看完,未能一一及时回复,但每一份心意我都感受并接收到了我一直相信,真相永远不会缺席,只是出场顺序而已,感恩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,还有正义的你们,今天,我想说几件事情, 首先,孙小刚说,我诽谤他,要起诉我,那么请拿出你的证据,我告你时,我拿出来的是实质证据,敢承担法律责任,法院是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,没有证据能为所欲为吗?其次,由于破余生计,我17岁上班,2008年,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,是工作了16年的内心老员工,我因为不想同流合污,不想做坑害公司和客户的事情,所以实名举报,刚开始,我向黑合公司反映情况,公司不管,没有说法,不处理, 黑合公司领导黄某某,还说,我是产后抑郁,让我休两年病假,等孙小刚任期晚了再上班,孙小刚说,愿意上哪告上哪告,他是嫩江公司一把手,他说了算,2019年我在北京上访期间,嫩江公司将我的办公用品及个人物品,全部经理放到门位,8月份通知我去公司取东西,然后2020年3月,他们说我上访没请假,以矿工和违反公司内部员工规定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制辞退我,同时相关调查部门在6月份告知我, 随小刚2020年5月份被调回齐齐哈尔伊安公司当经理,即使查出问题,嫩江也没有管辖和处理权了,同年5月,嫩江新任经理白杰,自认嫩江公司问题是不关意,所以不问是非屈指,签字解除我所有社保关系和其他相关手续,不知道白经理是以什么合法理由,依据哪项法律规定开除我的,无论是劳动法,劳动合同法,还是关于保护职务犯罪举报人的法律法规,都没有规定,你们可以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我, 而白经理给我的回应是,黑河领导黄某某下的命令,必须开除我,冰重三尺非一日之寒,这么多年,嫩江公司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,公司领导上玩下片的套钱,也不是一天两天,领导们家家有钱,这些钱都是哪来的? 仅仅靠工资能有这么多吗?为什么领导们过的是天堂日子,员工们活在地狱里,还得一再欺压? 昨天我看新闻,天眼可以查很多信息,网友们可以去查查,这些领导们家里的钱,房子,车等财产都是怎么来的,合不合法? 最后,这两天好多新闻媒体,自媒体平台和热心博主,还有广大网友朋友们,有发为说,通过某APP联系我了,我没做出回应,真的非常抱歉,信息太多,我看不过来了,以后所有相关事情,我会通过本人账号发布视频或文章统一回应大家,请各位谅解。 我实名举报是真实的,我也有公司领导造假套钱的证据,不过,由于好多账目都涉及到了客户的个人信息,虽然有些账目已经被执法部门查证属实,但是,我不能因为个人举报,就曝光客户的相关信息,虽然不能公布到网上,但是,如果有国家执法的工作人员,带着合法手续和证件来面见我,我会提供给他看。 这几天还有好多网友朋友们,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,嗯,大家的善意都收到了,也记住了,我和家人谢谢大家也恳请,无论什么事都会牵连家人,凡事接冲我来,见命一条,有何所据。 作为女性,我想说,也许女子本弱,但不仅只是为母则抢,也许女性会有家庭,有孩子,有牵绊,有压力,但是,我们眼里依旧有光,在经历沧海桑田,归来仍是追梦少年,初心不变。